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粉丝 你可以问 是不是我们两个才般配 你不要觉得小谷配你 你不自己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他不是不怕我吗 对不对 他不怕我是一点 不怕小谷 他怕外人 那我就请一些外人 就是自导自演演一场戏 然后来吓唬他 把他吓 把他吓 把他吓善良 对 让他知道 害怕 就这样好 这样好 对 就这么定 就这么定 年迈大漂亮 对不对 年迈大漂亮 这大漂亮 年迈大漂亮 小谷呢 对不对 小谷有没有跟大漂亮在直播呢 我刚刚把小谷送回去了 没看到 没看到 没看到小谷 小谷没回去对不对 他这个会不会让小谷 跑上小谷进门呀 这大漂亮 我是真的很想就是把小谷带到 带到我这边 我这边来上班嘛 对对 上班也其实也不是上班 就小谷的话 珍惜珍异 真的我 我是想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 我在哪呢 对不对 我在办公室里面呢 我今天 今天刚刚把小谷送回去 然后我就自己回到这个地方 因为 家的话我也不怎么想回去 对 还是坐在这个地方 思考一下人生啊 看一下这个公司的业绩啊 反正挺忙的 就乱七八糟 事情挺忙的 给小谷打电话 对不对 小谷电话烂了 我刚刚准备给小谷买一个新的手机 但是那个苹果 就这个正上的话 他那个苹果手机 那个十五的话要预定 我想的是给他买一个十五 对 华为不行了 对不对 华为也行啊 华为 华为也行 我看一下小谷喜欢什么的 给他买个这个华为 这样这样的那种 因为小谷喜欢看电视 知道吧 喜欢看电视 所以就 那个折叠屏 华为的这个折叠屏 折叠屏 然后这样打开 然后就是 就可以看电视了 因为他 因为他喜欢追剧 对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 就是看看 看看连续剧 对对 就这点 我看一下嘛 我看一下 买什么吗 你们觉得买什么好 你们觉得买什么好呢 买华为 华为也行 买两个 他就买一个华为 让他看电视 买一个苹果 让他打电话 是吧 买两个 只要他喜欢的话 因为小谷 因为小谷小谷他有点内疚 知道吧 因为我发觉 小谷不是心疼那个手酌 而是心疼 手酌是我送给他的 知道吧 所以被他 这个大漂亮 我得点点赞 咱们把这点赞 点到20万 20万我们去连迈 那个大漂亮 很狠地骂他几顿 好不好 行 那我们就连一下大漂亮 我使劲地骂 骂一下他才行 我得问一下 对 大漂亮画得好 画得好 行 我们连一下 点再点到50万啊 一点点一点点 慢慢的点 连线 对不对 我连线一下大漂亮 我看一下怎么连线啊 这个 啊 看到了 你们去哪里了 什么我们去哪里了 那我把声音开大一点 小伙呢 什么小伙 他不是跟你一起的吗 我刚刚把他送到门口 回去了 什么跟我一起呀 你把他送到门口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今天你们两个 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 你们两个开车走了 是我们把你丢在那里吗 是你 是你自己走的好不好 是我自己找到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啊 你为什么要只顾止他那里 跟他一起说话 然后不管我呢 你到底是谁的偶像吗 等一下啊 你怎么怎么了 小伙呢 哎 你问我我为谁去呀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里 那小伙没带手机 你让我怎么联系他 这个就不管我了 这个你们两个一起去的 我我我怎么知道他去哪里了 你过来问我好搞笑偶像 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明明你们两个一起走的 你什么意思 然后现在反过了 小伙呢 里面那个里面说是不是啊 小伙他们我妹妹可妈过 我那个喜剧女他妈两个是不是一起走的 把我一个丢到下面 哦还皮点皮点我还自己去还打车回来 嗯 我骂不赢你啊 你告诉我小伙去拿你的就行了好不好 你好奇怪 你为什么要问我小伙你为他干嘛呢 他有什么好为他不是跟你一起的吗 我都已经跟你讲了 我把小伙送到门口了 我看着他进房间了 怎么不在家里面呢 我没看过 我才反过来的 不知道呀 你说你有没有送他回来 我不知道 哎 对吧 我不知道对不对 家人们我本来就不知道 今天他们不管我 我也刚刚才到家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嗯 你不知道 那行吧 小伙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拿你试问好不好 你明白 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心机那么重 他心机 心机那么重 对不对 心机重不重 谁心机重 你不知道吗 谁心机重 你不知道吗 那你 你一直就是我心机重的意思了 你这话说的 你不急 你不急 心机重 你心黑 知道不 你从你这个样子 我给你讲 你染个头发 一半黄一半黑 我给你讲 你涂个口红 像那个西红柿炒蛋似的 我给你讲 你拿什么跟我 你拿什么跟小伙比 你意思 你那就是跟小伙比的意思了吗 我刚刚就已经看着 把小伙送到门口了 他才回去了 知道不 你整个像个人魔狗样的 你怎么样子 这个是这样子呢 你把小伙放哪里去了 你装卡是不是 又在蹭隔壁的WiFi 你一天天啥事 不该在家里面好吃懒做 装卡是不是 又偷钩币的WiFi 还是你的流量 你的流量不够用了 流量够不够用 是不是流量上线了 一个月30块钱的流量是不是上线了 我卡不卡 你可以问他们 什么意思 我抓呢 难道我是抓 什么意思 你不装 你不装我不知道吗 小伙刚刚进门口 已经进进去了 你这无赖的表情 你给谁看呢 你是怎么效法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你这种的话 纯粹就是射了 纯粹就是这个 纯粹就是无赖 你知道不知道 啊你抵了个小话 你这边说没办法 你说我射了 那我就上来呗 反正我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有事你自己去问他啊 你们两个是一起走的 回小伙回来了没有吗 想听吗 我就不告诉你 我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呀 好好好 这么玩对吧 再叫你把我掉下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难道我是他 啊 难道你 你只关系肯妈果啊 小果 然后也不问一下 我刚刚去哪里了 怎么怎么样 啊 不关心 像我一来不来 就可以质问我 你谁呀 啊 你站着我喜欢你 你就这样子了 啊 那那那好好好 那意思就是说我 我我我 我听问你 他就得要你给脸了 是不 那意思就是说 我先问你的话 你会告诉我 对不对 好 行 那哎 大片子啊 大片子啊 太假了 没必要了 太假了 你你得回我话呀 大片子啊 哼 你这话 你这话说的太假了 我都不想听 我要问你话的吗 你要回应我 大片子啊 哼 大片子啊 怎么那么假呢 你这个男的 那你说我 那你你说我该怎么讲 你是不是大片子了吗 现在我一提到这个 现在我一提到这个话听了以后 你才说 啊大片子啊 大片子啊 那你告诉我 小伙回来没有 回来了 你就告诉我 来了就行 我放心 哼 你是什么啊 你是什么 我听不见 你说吧 哼 我恨不得 我现在就冲到你家门口 嗯 来呀来呀 我现在来来来 你信不信 大妈 我又有为你啊 敞开的 我跟你说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冲到你家去 来呀来嘛 你没办法 拉他没办法知道 因为他来 他他百度不轻 我骂什么话 他都他都不听 所以就 骂骂他的话 就像那一骂一个石头一样 怎么骂那个石头都都都都不伤心 不难过 所以骂不动他知道不 你告诉我小伙回来了没有 来了呢 还是来了 不来呢 还是也不来了 也不知道怎么说 自己去猜 不要去问我 啊 你为什么 刚才你们一起走 对啊 他手机被我走 你们有联系方式 你因为 你为什么就不给他 每个手机呢 哈哈 你自己不买给他的 对对对对 手机手机还在买还在买啊 就像你说的一样 对对对 手机为什么买一遍了 对 你不是你应该给他买了手机 或者拿去修呀 你不是说可以修的吗 那个手机 你怎么不拿去修 呃 我们小伙不用修的手机 我的小伙啊 你明白 那不用修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的手 说要让我去修 我还 你说能修的吗 是你砸的吗 是我砸的 怎么的 你凭什么砸小伙的手机呢 那 你什么说要我是小偷呢 他拿着眼睛看到了 他拿着眼睛看到我是小偷了 偶像我不想跟你 我不想跟你生气 但是我气你的话 就是你刚刚不管我 哦 你然后你直顾着他 所以我这一点 我真的很气 你平时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 好啊对不对 是不是 我对小伙好 是像妹妹一样对他好 但是对你好的话 你的话对你好 你不知道谁对你好 知道吧 就从你这个样子 谁对你好 谁都是要倒霉的 我都已经对你是非常的容忍了 知不知道 明白明白 换了是其他的 直接甩都不甩你 一点面子都不给你 你是个啥呀你 你明白 我又怎么了吗 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话 为什么要对你客客气气的 因为你是小伙的姐姐 我尊重你 因为姐姐你你比他大 是这个点 我才对你 对你就是客客气气的啊 带小伙出去的时候 还带着你出去 如果你不是小伙的姐姐的话 你是个什么呀 你是 我是个小伙 我是个大漂亮 怎么的 爱我 爱我的人 喜欢喜欢从这里排到 北极球我跟你说 你再怎么骂你骂不到 我心口气的我跟你说 你是他漂亮啊 嗯 好好好 公认的没办法 村里面都说是我最好看的了 对对对 所以你怎么说 你不要记酒不吃法酒 我跟你说 有句好方说好 大漂亮 你是不是村里面的选美冠军 是 是不是 对 你是不是从小缺干 长大缺爱 腰肌麻绳 头顶锅干 还说你是村里面的东方不败 是不是 你还给自己成了个名字叫做大漂亮 是不是 你男朋友叫 你男朋友叫什么 你男朋友叫 你男朋友叫 大大大 大大男朋友叫大大大大 是不是 我男朋友现在本来一一开始以为是你结果现在已经死了走几点就死了啊哎你男朋友是你都说什么之前是我嗯这我什么时候成为你成为过你的男朋友你不要这么是你结果现在死了今天死了我今天已经公认你死了知道不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死了那是你男朋友死了就知道 他他他他朋友叫五大郎对不对啊从小缺盖长大缺爱腰肌麻绳头顶锅盖 还说他是他们村里面的选美冠军 他长得挺有创意活了挺有勇气丑不是他的本意是上帝对他发了脾气 他还给自己成了一个大漂亮 你教我那个羊毛者怎么怼他真的是发肆 他是他你知道吗 他们是我跟我跟你们说我偶像他是站着我喜欢他 所以他这样的四五期待的说话知道不 怎么亮 你其实偶像我跟你说 你唱歌好听吗 你就得了 对不对 但是你跟我你跟我站在一起 我们两个才般配的你知道不 你跟那个可妈咕你们两个般配 人家都说你们像妇女 我们像什么什么女人 妇女你吓他爸爸 你 所以你跟他没有信号了 你可以问一下你那些粉丝 你可以问是不是我们两个才般配 你不要觉得啊小狗配你 你不自己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好不提示吧 你看我说到信卡上说去不拉 信卡上去了所以你都不想听了 对不对 什么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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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妇女 她那么小那么瘦是不是 而我们两个都是壮壮的 我们两个都是胖胖的 我们两个才般配 一个瘦不拉筋 一个跟你配 而且你就是叔叔阿姨 就是你爸爸妈妈 他们不喜欢可妈咕那种的 下次下次你记得吧 你爸爸妈妈没看到我一次吗 他们我好好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像小伙的什么 老板 一辈子是父亲一样爸爸那种 我像小伙的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粉丝说的 有一个作品上我看到了 什么阿狗哥 那个小狗 他们两个像父女 他们这么说的 然后他说你跟我爸配一点 那我们两个人像什么呢 你像我的妈妈 可以了 可以了 你叫我一什么妈妈呀 不是 你刚刚说我像你什么 什么呀 你刚刚说我像你什么 你像我什么 你像 你像我那个三年期死去的那个前女友 长得也跟你一模样 一边的酒窝 这边还点了个字 你看这不笑的时候更像 不笑的时候更像 对不对 笑的时候也像 这个时候更像 更像三年前就是死去的那前女友 来不笑的时候来我截个头 我一会把这个照片 搞成黑色 黑白色的 哎呀 怎么了 哎这个时候更像 这个时候更像 哎好好好 哎好 有本事你来我们这里 你下次来我一分 我什么都不给你吃 搞得好像以前我吃的东西都是你给我的一样 那些小伙给我的 你没明白 如果不同意他敢愿意给你吗 我不同意他会给你吃吗 你不同意你是个啥呀 你是个啊 你就真的 我说句实话大漂亮 你是真的我仗着你是仗着真的是小狗的姐姐 所以我才尊重你真的 我现在也尊重你 只是我们直播吗 就是偶尔都是开个玩笑 哎对 咱大家都不要带急眼了啊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句 小狗到家了没 对对吧 他真的他我跟你们说 我这个偶像真的 他身在服作不知福 他现在就是站着我喜欢他 所以我胸不良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我心里面还有他 如果没有他 我总就杀他一把掌 知道不 哎呀妈妈 真的站着我喜欢他 他就这样子 对吧 你看是吧 我们两个像夫妻像 对不对 你看 他们都说了 我们像夫妻像 我跟你不像啊 我跟你像我自有像的人 好不好 我跟你一点都不像你说怎么像 你看啊 我的脸是有点痘痘的 你的你的脸的话怎么像啊 那我的也是有点痘痘的 你看嘛 是不是让很像吗 哥哥姐姐们 因为你直播间里面的人是不是像不像 我们两个像不像夫妻啊 不是 像不像夫妻像 不像 他们说不像 这谁跟你像呢 对啊 你看这边的人就有像你那边直播间没看到吗 我这边都是说没像的 对不像的 你不要乱来了 你告诉我 你瞧我回来了没有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但我是给你们打报告的人吗 拿到我是你们中间里跟宠啊话筒的人吗 他回不回来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问他呀 我自己怎么问呢 你把人家手机给砸烂了 我说我怎么问他啊 我打电话问还是怎么问啊 你说怎么我把他手机砸烂了 手机是不是你砸的吗 手机人家的手机 你凭什么要砸人家的手机呢 我想砸呀 我想砸就砸 什么你想砸就砸呀 那你 那你赔钱 那他为什么要说我是小偷吗 你说嘛 你气不气气不气吗 明明又不是我偷的 他为什么要说我是小偷 那家里面就你们两个人 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今天扔了一整天了 他前面我们两个从家里面出去 然后他一直说姐姐 他那句话声音又小 然后姐姐 是不是你拿了我的手足 啊对 我在我只是在干上 我一直在买化妆品的时候 我已经很想揍他了 你知道吧 啊 我一忍再忍 他在路上还这样子 真的惹得了 我我人我我 我活着这么大 我最讨厌的是人生 人冤枉我 冤枉我是小偷 如果是我做 我就刮明这的时候是我做了 有什么我敢做敢当 有什么不敢的 嗯那好 那家里面是小鬼你们两个在家 那难道又是隔壁这的大黄狗偷的 哦不拿的 什么大黄狗还是不划狗我也不知道 那你不是呢 之前给你买了这买了这一只鸭子回来 你不是说被大黄狗给吃完了吗 我连接都没接到他那个手足知道不 他前面他一直带着 那天他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都没接到 什么是我拿的嘛 啊好好好 好嗯 可以这么玩对吧 来我现在我不想不想跟你讲太多的话 我现在准备要跟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聊天 我就想问一句小伙到家了没 嗯那你想听一句想到家了呢还是不到家吗 那你看到小伙回来你你怎么这么烦呢啊 你高那你想听什么吗 小伙到家了没有吧这句话有那么难吗他回去了没有刚刚 那发给我发个红包 我那个今天只带了一个手机 我给你发好不好我大意你我不骗你我没碰过你们对不对你告诉我我一会下坡了我就给你发过去好不好我今天只有一个手机 那你就那你就说大片子你好漂亮我喜欢你再一讲一讲我不喜欢小果你就这样子我就跟你说 哈哈哈别逼我杀你好不好 这句话这这呃我不这关我不不能说不能说不说 那我们就这句话我说不出口知道吧啊你给我一百万我都说不出口只要有你大片量这个词 那谁谁给我那个 啊就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要多少吗多少吗 一千 一千一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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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发这些啊我我除了就是除了就是我我 喜欢的姑娘我才发这些这些我不论随随便便发什么一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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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发那你也不要听到他的声音就好 给你发呃他来不来那你就不要听了我给你多发一块钱一声一声一声 怎么样 一千三百一十五一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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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不折磨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